昨天是农历8月18 是一年当中 潜塘江潮水最大的日子 时候台风马勒卡的影响 今年的潜塘江潮比往年更大 为了亲眼目睹这一壮景 十多万人前往沿关景区进行观潮 中午12点 潮水经过大缺口 击打海滴形成约10米高的浪花 短短几分钟后 潮水就填满了大缺口 随后 潜塘江潮来到泳潮观测站 这是潜塘江上第一座泳潮观测站 该站将采集泳潮高度 压力 流速 含砂量等数据 帮助研究人员提高泳潮强度预报的准确性 深化泳潮水力学特性 及潜塘江河口水动力环境的认识 随后 潮水奔涌来到最佳观测点站澳塔 岸边游客争相进度 潜江一线潮的壮观景象 除了百天 还有游客前两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 来到盐关欣赏夜潮 晚上11点45分左右 江面上未见潮水先闻潮升 随着潮升越来越大 江面上逐渐出现一条百线 在追光灯的照射下 潮头逐渐清晰 当潮水从面前经过时 更是引得岸边游客阵阵惊呼 是第一次看这样 第一次第一次 那对之前跟自己期待的一样吗 比期待的还是要壮观一些 因为就是这个潮汐啊 就是不断的不断的往前涌嘛 我开始我开始以为就是一条线 直接往前 没想到后面的其实也挺好的 东方卫视综合报 我开始以为就是一条线